你想过吗 这样的孩子是需要终身看护的 对 有一天你们老了 不能再陪伴壮壮 我和外人可能有一点点的逃避 有一次因为我从 我收摊回来的时候 我就骑着三轮车 我就看到马路边 坐了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 她腿上躺着一个40多岁的男人 这个男人明显是有病的 这个老太太就替这个男人垂头 然后我回到家之后 我就跟我爱人说 我说小娟 我说我就看到了若干年后的你 就在马路边替儿子垂头 然后我爱人说了这样一句话 他说 其实我并不希望儿子能活那么久 其实很多的自闭症家长 他都希望孩子能走在我们的前面 那样我们可能也就能够真正的安心闭上眼 但这个事情可能是 不是特别容易实现 如果我们丧失了一定劳动力的时候 我就尽量的去多攒钱 我尽量多攒钱 攒钱把它交给福利机构 那么就由他们来照顾 我不想就不给第二个孩子添死的 我觉得特别难过 我们常常觉得人生很多悲惨的事情 其中之一就是白发人送黑发人 但是今天听到老赵说 他其实不希望孩子能够生活那么久 他希望在他们有生之年 能够把孩子好好的送走 我想这个是有悲于我们常人的情感的 但是又是一个孩子 一个生病的孩子 他的父母亲最深知的爱了 我进出的时候 我给自己心理安慰 有人问我 你的儿子是你的负担吗 我说他不是我的负担 因为我不需要给他攒钱上学 没有学校收他了 他现在超龄 我不需要给他攒钱娶媳妇 因为没有人会嫁给他 我不需要给他攒钱买房 因为我们会跟他永远在一起 最初的时候我是一种自我安慰 但是现在我已经接受了 我这种心理暗示 我觉得我就享受我们家 现在这种幸福 将来怎么样 先不去管他 其实想一想 人生就像是一枚硬币 一面是积极 另外一面是消极 如何选择决定了你幸福与否 无论是秦勇还是赵玉坤 他们都选择了积极面对困境 用沉甸甸的付出 甚至牺牲 书写着父爱的伟大 也希望每一个自闭症的孩子 都能像大珍珠和壮壮那样 因为有着父爱的守护 快乐健康地成长着 感谢收看本期的 有请主角 我们下期再见